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怀关节当时扭了 肿得很厉害 当时我也没到医院去 我就在家里等了几天 我在床上待了三五天 肿消了 我就开始走路了 开始还行 但是走了一个月 发现后来一走就肿 或者老拐脚 所以一般建议怀关节扭了还是要重视 因为怀关节周围的韧带比较多 它都很短 特别容易伤 伤了以后也相对来说不太容易长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怀关节扭伤以后肿胀的很严重 最好还是到医院就诊 根据医生的要求 还要给足够的制动 给它有一个早期的修复 否则的话 它会造成后期的怀关节慢性的肿胀 创伤 会造成创伤性关节 也会有后遗症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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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